谭松韵闷声干大事 以家人之名还没完又官宣新剧 男主不输宋威龙 以家人之名正在热播 相信大家对于谭松韵的表现都非常满意 而谭松韵闷声干大事以家人之名还没播完呢 他又官宣了一部新剧 这部新剧同样备受大家期待 据了解谭松韵这部新剧名为《谁在时光里倾听》 女主自然是谭松韵 男主则是陈晓 要知道陈晓的颜值 演技各个方面都不输给宋威龙 而看到男主是陈晓之后 网友也纷纷不淡定了 表示这部作品自己追定了 《谁在时光里倾听改编自同名小说》 这个题材也非常新颖 对于谭松韵来讲也是一次新的挑战 毕竟在大众印象中 谭松韵出演的作品大多是是高中生 这个形象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但相信他可以完美的驾驭 毕竟谭松韵的演技是有目共睹的 而陈晓的加入也让这部电视剧充满看点 如果女朋友们如果身架投讯下来看看 这部电视剧兰 magn kay